财政部主要的工作就是来筹筹财源资源建设 如何筹筹更多的钱来支援国家更多的建设 这个方法当然很多 所以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 筹筹财源人人有责 提升效能全体动员 因为筹筹财源是大家的事情 财政部只是计划推动一些整体的方案 大家一起来努力 共同来筹筹各种财源来支援国家的建设 我想财政部的工作经纬万端 但是归纳起来大概就三大核心工作 第一个财务管理 第二个税务管理 第三个财产管理 再讲的细一点来讲的话 财务管理里面包括了 我们政府预算的收支管理 库款的公款管理 债务管理 以及地方财政的辅导等 第二个税务管理 基本上就是说 从我们税制的改进 跟税证的减证便明 让我们的纳税医务人 都能够高高兴兴缴税 那我们的克税的同仁 我们的国税局的同仁 克税也克得心安理得 来营造一个和谐 圆融的这个纳税环境 第三个就是财产的关联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大概有七兆多的这个土地房屋 那如何有效的运用开发 以及加上一些我们目前所持有的一些公股的股权 如何透过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法 来让这个股权的价值能够提升 能够配合我们国家金融发展的需要 做必要的一些措施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财政部的三大核心工作 丑丑财产的方法很多 但是系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我们一定要因事质疑 针对我们建设的需求 采行必要的一些财员丑丑的方法 基本上可以归纳成两大类 第一个是由政府来支应的部分 第二个是由民间 我们鼓励民间来这个建设的部分 两大部分 那至于政府支应的部分来讲 事实上我们编入年度的预算 或者是透过我们政府所管的 特种基金来可以支应一部分 那民间参与的部分 我们希望透过奖励民间投资的方式 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方式 采行政府提供土地 提供一些优惠的措施 运用B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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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方法 政府跟民众一起来合作 公司合作起立断金 意思是说建设是全国大家的事情 政府跟民众一起来努力 现在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 大家所比较关心的 大概第一个就是租税公平的问题 那这次我们财政部也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也在我们马总统跟肖副总统 在竞选相关的一些证件里面 也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最近已经成立了复税改革委员会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税制的改革 从税务 税基 税率 以及揭免项目等等的调整 让我们的租税公平 更让大家觉得更公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希望透过租税的改革 来加速我们经济的发展 因为某个程度来讲 租税它是一个手段 给我们业者更多的诱因 来提升它的国际竞争力 让我们的经济更好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 现在的环保的问题 温室效果的问题 所以透过租税的手段 来鼓励民间跟社会大众 能够节能减碳 符合整个环保永续 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商业无国界 一个经济的发展 绝对是全球化 国际化的 所以我们的税制 如何跟国际接轨 来提升我们国内企业的 这个业者的竞争力 我想这个是政府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责任 那这个东西就牵涉到 我们租税制度的改革 我想刚才说明到了 我们如何透过租税 税制的改革 像目前我们促产落日之后 相关的业者 他的原来的奖励条件 调整之后应该何去何从 如何透过税制的改革 像我们讲的能烟税 碳税 如何促勤 促使我们业者更能够节能减碳 等等等 同时大家也特别提到 移政税的部分 我们如果透过移政税 税率的调降 或是急剧的调整 让我们这个资金 海外的资金能够回流 变成大家都台上能够回来 国际机构投资者能够来台湾投资 能够营造成为我们台湾 成为一个亚太的金融中心 理财中心 资产管理中心等等 我想这一些都是希望说 透过跟国际接轨 来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 企业的发展跟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尤其现在国际化 全球化的竞争之下 如何提升我们国内 这个业者的竞争力 在税制改革方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成如刚才所讲的 我们如何透过 促产的这个落日之后的配套措施 我们所得税 扣除我的这个调整 移政税税率的这些调整 甚至能源税 这些的这个建制 所得目的就是来 让我们的租税负担 一个合理的降低 那提升我们业者的竞争力 那更能够因应啊 整个环保永续 有一个发展上的需要 我个人因为是 以前是这个公费留考嘛 所以回来之后 就到公家部门来任职 那任职我原来的一个 希望是说在财政部服务 因为我高中啊大学 都是念商的嘛 所以希望到财政部来服务 那这样子 这个任职的期间 一晃就三四年了 当然在开始民国69年 进到部里面来 一路来各级长官 非常的爱护 很多同仁也都 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 但是我记得最重要的一句话 有位长官 有位部长 跟我们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在工 人在公门啊 这个好修行 让我们尽心尽力 做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 告诉我一个一些 在组织管理上 一个基本的逻辑 我们就是建立制度 照表操课 培育人才 兵强降勇 所以基本上讲起来 如何在一个组织之中 培育人才 如何在一个组织之中 建立制度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所有的同仁 照表操课 做得安心 管得放心 被服务的人 就开开心心 那大家都满意 那社会就很如意 这是我所讲的 三心两意 基本上讲起来 人在公门好修行 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 在公部门服务 那如何让自己的工作快乐 也让被我们服务的这些 国民跟市民大众 他也觉得很满意 那这就是我们一起来努力的 那再次的借这个机会了 感谢我们财政部的同仁 平常的努力 也更期待 期许我们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来努力 把事情做好 每天高高兴兴上班 快快的乐回家 让社会大众 给我们更多的掌声 更多的鼓励 谢谢